中超联赛第17轮离场中投戏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结束 上海上岗与上海深花的同城得比大战 最终以上岗的胜利告终 深花领导而不敌对手 而球队不仅输掉了比赛 新比赛最后时刻出现的一个恶劣犯规 更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中超赛场再次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 而这个冲突的始作俑者是上海深花的中飞或是艾迪弗朗西斯 这场比赛第76分钟的时候 上海上岗已经在主场取得了2比0的领先优势 上海深花拳对大局加上进攻 球队希望利用最后的时间来扭转局面 然而球队的进攻却始终没有取得成效 反而被伤赶在后场完成抢断后 由巴西娃远前恒大攻勋汉将 埃尔克森拿球高速突破 被艾迪的一次凶狠的飞铲放倒 从满镜头可以看到 这是一次十分恶劣的铲球犯规 埃迪在明显无法触碰到皮球的情况下 在身前冲着埃尔克森的脚滑铲了过去 颇有断退飞铲的意味 埃尔克森也痛苦的倒地并连续翻滚 这个动作即使出现在英超赛场也是一次可以给红牌的动作 然而主裁判却只是想证明身荒后卫出示了一张荒牌 连当场比赛知名解说刘悦也表示 如果裁判能更严格一点 完全可以出示红牌将埃迪放下 而从现场球员的反应也可以看出 埃迪的这次犯规性质有多么恶劣 在埃迪发展犯规后 瞬间上岗球员几乎全部背了上来 质问埃迪并向裁判讨要说法 好在上岗国门严峻林将埃迪弗朗西斯拉了出来 化解了这次大规模冲突 埃迪是一名中飞混血儿 在本赛季他从蒲巢伯埃威斯塔 加盟了上海生花 而他也迅速获得了主帅吴金贵的信任 成为球队的主力后卫 并且已经在本赛季中超有一个锦球 不过 这场比赛埃迪的这次发规实在太不应该 即使为了阻止对手发动快速反击 也不能用如此危险的动作伤害对手 希望这样的情景能更少的出现在中潮赛场了 老秋冲车求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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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